嘉义县拥有得天独厚的观光资源 在县长翁张良推动各产业升级下 观光部分以整合观光轴线 提出勇敢转型创新嘉义政策 坐落在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的阿里山英迪格酒店 源起于对家乡的浓厚情感 结合观光亮点及国际品牌 展现在地文化特色 我们英迪格酒店其实是一个品牌 品牌是在Under在我们洲际集团下面 我们的业主是非常深耕很久的家义人 业主我们的公司是零宏科技 那英迪格酒品牌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性的品牌 我们强调的是非常要结合在地的文化 在我们的设计里面有非常多的蓝色跟红色的异象 那这个就是我们阿里山州族原住民的一个元素 然后在我们的外观的特色上面 都有小火车的一个异象 然后到了房间里面一些的格栅 都是代表一些树木山林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拥抱了这个邻里文化 这是我们阿里山英迪格最大最大的一个特色 云嘉南唯一五星级国际饭店 加上国际集团待遇福利优势 阿里山英迪格酒店 培育观光饭店人才不遗余力 以国际集团的角度来说 第一个我们新市福利上面一定会优于其他我们的竞争者 第二个其实我们可以享受在订别的饭店 有一个很优惠的云工价 这个云工价大概都是外面市价 至少五折以下 那当然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培训上面的一个福利 SOP或者是一些训练上面的一个准则 都是有国际一套的标准来实行在全世界的 不管是洲际饭店或者是英迪格饭店里面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加入我们洲际集团 还有甚至我们阿里山英迪格酒店 国际饭店落脚嘉义不仅带来人才慈禧效应 同时也让对观光饭店业感兴趣的嘉义青年 破除北漂南漂的宿命 我大学就在高雄念书 高雄念书完毕业之后 我一路都在台北将近九年多的时间 然后只到去年六一月初的时候 才因为阿里山英迪格这个案子 才又重回嘉义 其实回到家乡最大的感想我觉得离家境 离家境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最起码一个月可以回家一次 我觉得陪伴家人的时间更多了 我曾经有在台中桃园工作过 经过这两年在外面工作 回来之后发现就是钱就是可以省很多 然后像住的地方 然后还有环境 因为都是熟悉的 我之前有在台北服务六年 在台南服务一年 那这半年来在阿里山英迪格的嘉义这边服务 这边的同事也好 管理精神也好 大家都好年轻 那好年轻我们就会有新的火花 新的想法 整个阿里山英迪格酒店 我觉得各部门的合作 我觉得都是很融洽的 氛围上都非常好 我真的觉得用大家庭来形容它不过分 我们同事之间也都会 很乐意去分享帮忙 那一来我就喜欢上了 这边的瀑布云海星空 真的好美 那希望有更多更多的朋友 可以来加入阿里山英迪格 然后来享受这个大自然 欢迎回家 欢迎来家 阿里山英迪格的